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的新愿望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在看网上很多说 第一个健康 第二个财务自主 工作稳定 或者升级 或者家庭美满 我有好的人际关系 有好的爱情 还有呢 签 感谢主 但是我们有没有说 今年这个新年新愿望 是有一个美好的侍奉 其实我们所想的很多事情都很好 但是侍奉神是唯一的有永恒的价值 对吧 所以我就想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线上活迹 更新变化 合乎中道 活出基督的福音 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 好 我们一起读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三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谓神 善良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何乎中道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但愿今天借着这几节圣经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让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 是什么是最宝贵的 求主让我们的心归向你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气 何乎主用 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想一想 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呢 这段经文 有很奇妙的特别的构造 这是要 不要 只要 不要 要 那其实给我们许多的一个引导 要什么呢 要献上自己 成为活气 这是对侍奉神的 我们要圣洁 要谋神喜悦 要理所当然 不要怎么样呢 效法这个世界 这是对世界来说的 我们爱世界 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我们在看只要什么呢 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是对神来说的 我们要从心里面看到 神什么认为美好的 神什么是讨他喜悦的 还有呢 神什么认为是完全的 然后不要怎么样 自视过高 要看得合乎中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段经文 主要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 侍奉的心智 侍奉的生命 侍奉的佩达 所以这三节圣经 主要讲的 就是讲到我们的侍奉 我们今年2024年 让我们侍奉 有一个新的开始 有个美好的开始 这里说 所以 这边讲到所以 表示说 因为 因为什么事情 那其实因为什么呢 其实从第一章 一直到十一章 因为了许多许多许多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这样做 所以这边就讲到前面 一到十一章 讲到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神给我们的救赎 以神的慈悲 劝我们慈悲 这个字是多数的 也讲到多方面的 神知道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 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最后一个讲到 理所当然 这个字就是logito logito这个字就是 很合乎逻辑的 很合乎逻辑 所以我们侍奉神 不是感性的 不单单是感性的 感恩 还有合乎逻辑的 知恩报恩 我们常常讲到 我们最喜欢的人 就是知恩报恩的人 最不喜欢的人 就是忘恩负义的人 神把 罗马书 一到十一章 把许多神的恩典告诉我们 我们所以要报恩了 那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到第三章 讲到 世人都犯了罪 亏切了神的荣耀 对不对 然后第三章到第五章 就讲到 我们因性称义 然后讲到 神的爱 当我们还叫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从此我们就知道 什么叫做爱 我们本来不值得爱 神为我们死 我们现在冬天 看到很多homeless 我们看到他们 我们愿意给他帮助 但是愿意为他捐献更多的吗 很可能不一定 甚至为他死 那只有耶稣基督 对我们来看 我们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确实是蒙神的恩典 我们再看到 当我们得到这个恩典 神要我们做个义谱 就是因为因性称义了 我们就成为一个仆人 但是不是普通的仆人 乃是个义谱 然后再看到 我们信了主之后 服侍神了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有情欲的问题 有劳我的问题 我们常常是交战 挣扎 情欲的时期 让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 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第八章就讲到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成为赎罪祭 赎了我们的罪 在肉体中 肉身中定了罪案 然后就赐给我们 赐生命圣灵的律 释放了我们 所以圣灵就这样 临到我们里面 然后呢 他不叫我们 不单是让我们 有个新的生命 而且靠着主的恩典 得胜有余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不只呼召我们 成为神的儿女 而也要我们得荣耀 得奖赏 第九章就讲到 我们成为神的子民 本来是外邦人 不认识神的 与神国以外的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与神的约有关了 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了 最后我们好像一个 野橄榄枝子 插在橄榄树上 享受祂的肥质 最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 所以就因为这最少 十样的事情 带给我们许多的恩典 所以我们因此 我们感恩服侍神 是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 我们神的救恩 可以用这个图来表达 我们这位神 祂有三个很重要的俗性 一个是祂的圣洁 一个是祂的慈爱 一个是祂的公义 这位圣洁的神 对我们世上的罪人 我们犯罪 是因为我们从小到现在 可能我们做了许多 不讨神喜悦的事 许多达不到标准的罪 许多行为出轨的罪 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是我们这样的罪人 想跟神亲近 世界上许多宗教 都希望能够 跟这位创造者接近 但是我们是个罪人 所以没办法接触 圣洁的神 我们也没办法能够享受 知道神的爱 我们更不能够 在神的公义上面 可以称义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圣洁的神靠献祭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 讲个献祭 献祭就是把一个牲畜 代替我的罪 祂成为我的替罪羊 约翰福音讲 看了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 主耶稣就是替我们的献祭 我们再看 我们公义的神 对我们罪人来讲 罪的公价就是死 就是跟生命的源头 隔绝了 我们就死亡 所以此路也不通 我们跟慈爱的神 也没办法 但是神 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使我们信祂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祂成为一个献祭 在十字架上 祂死亡了 所以我们看到死亡跟献祭 代替了我们 本来应该跟神隔绝的 因着耶稣来到了 我们成为一个称义的人了 所以我们从罪人 变成一个义人 因信称义 但是我们不止如此 我们称义之后 我们还有许多的老我 但是圣灵降临了 因着耶稣基督去了升天 把圣灵裁判 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 身上 使到我们 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 使到我们成为一个 不但是一个义人 成为一个心造的人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罗马书 所讲给我们的恩典 神的慈悲怜悯 因此我们要服侍神 是理所当然 也是谋生喜悦的 也是善良的 因此我们要把 一个生命献上 当作活迹 所以我们一个心的生命 就像一个毛毛虫 它从脱茧而出 成为一个飞的蝴蝶 用一个心的生命 来侍奉它 就是今天 我们这段经文 所要讲的 首先这本讲到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劝这个字 不是说命令 它是你要 告诉你什么原因 我们看到 我们侍奉神 有很多原因 有的是俗世的原因 有的是俗灵的追求 我问过一个 很久忠心侍奉的 一个同工 我说什么动力 使你继续不断地 服侍神 他随口就说 因为主的爱 的确主的爱 激励我们 我们看到提比利亚 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跟七个门徒 他首先就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 彼得说 我爱你 三次地问他 他说你去喂养我的羊 牧养我的羊 喂养我的小羊 服侍神 一个动力 这个回应 不但是知恩报恩 乃是又有一种爱 这种爱是一种力量 世界最大的力量 一个是恨 一个是爱 耶稣基督的爱 给我们原动力 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许多的基督徒 为了爱主 他情愿坐牢 情愿被逼迫 甚至寻到 就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他 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是祭 这个祭就是 Divine Service 或者俗灵的服侍 但是一个祭 我们在旧月里面 有五样的祭 凡祭 恕祭 平安祭 赎罪 赎罪 赎千祭 这几个祭都代表了 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恩 献上我们的平安喜乐 献上我们赎罪 使得我们跟神和好 所以这里讲到一个 Divine Service 把我们献上是一种服饰 献这个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站在旁边 等候死患 我们以前看到皇帝 或者君王 旁边就站了一些人 他们跟一些人干什么 就是陷在旁边 献身服侍神的人 我们这些人是 站在旁边等他死患 他叫我们去就去 来就来 这就是我们侍奉了心态 不是我要做就做 乃是他说怎么样 我就怎么做 我们看到活祭是什么 跟死祭不一样 死祭是一个死的 牲畜杀了 活祭不死 活祭是活的 就是我把生命献给你 所以这边就讲了一下 主啊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这就是活祭的一个 中间的精神 活祭的实际是什么 我们的生活 为主而活 就是我们的祭坛 我们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祭物 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就是我们献上荣耀神 我们献祭不是 心不甘情不愿 乃是爱的激发 我们最近 很多人有生小孩 他们半夜要起来 喂奶 擦尿布 换尿布 这些东西 很久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记得的是 很辛苦 但是若是女生的孩子 你很乐意去服侍她 同样我们爱主 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 我愿意服侍她 何况她是我们的主宰人 所以我们做的是 安心乐意的 不是勉强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整个服侍 不只是在教会 我们在工作上 也可以服侍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 就是无论做什么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所以我们在工作上 可以同样服侍神 我们在家庭 家庭主妇 我们煮饭 看孩子带领他们 这也是服侍 为主而做的 我们为我们的配偶 祷告 让他去服侍 全力以赴 这就是一种服侍 我们在工作上 忠心 善良 我们是基督徒 也是一样的服侍 还有我们要不足地祷告 教会需要祷告 刚刚我们教会的视频 也告诉我们 希望祷告会 大家参加 另外 尾声侍奉 我们侍奉 准时来到教会 尾声 尾声就是当作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尾声的时候 我们不会 有时候来 有时候不来 尾声的时候 不是有其他原因 重要过这些原因 还有我们生活见证 生活就是我们传福音 最好的广播 人家看 不是你讲的内容 而是你自己做的榜样 这个祭 有四个描述 一个是活的 就是活出来 活出基督的福音 是今年我们的标杆 圣节的 圣节就是 不是世俗的 我们不要把世俗的 带着教会 我们用神的心意去做 另外是神所喜悦的 还有另外就是 理所当然 这个字 刚刚我们讲过 是一个合乎逻辑的 好 我们事俗 不单是爱的激励 我们事俗还会得荣耀的奖赏 让我们一起读这两段新闻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 不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罚 菲利比书三章十三节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了 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哇 原来我们事俗 还有一个特别棒的 一个benefit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得荣耀得奖赏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天 不管你信不信 都受审判 但是基督徒有一天 会都在基督台前 神要为我们交账 要向我们交账 所以这边讲到 当交账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很可能很紧张 交账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很快乐 所以这边就讲到 我们事俗还会得荣耀 得奖赏 不要轻看奖赏 只是神告诉我们 你要去竭力追求 直向直奔标杆 是要得奖赏 我们事俗神 最重要 要合乎祂的喜悦 不是我行我素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看到圣经最早 第四章创世纪 就讲到两个人 这两兄弟 该隐跟亚伯 该隐的事俗 他是献祭 是哥哥 亚伯也献祭 是弟弟 但神却看重亚伯的献祭 不看重该隐 我们看到该隐 好像献的是数祭 其实你要注意到看 这边描述说 该隐拿着地理的出彩 亚伯是说 群羊中间头生的和羊的指油 一个是普通的农作物 一个是上好的牲畜 跟指油 所以这边确实讲 神看重的不只是我们的献祭 乃是这个人 他说你若行得好 且不蒙怨纳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侍奉 有把握蒙神怨纳吗 我若行得好 且不蒙怨纳 所以因此我们要注意 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情 要查验神善良存全 和喜悦的旨意 这里就讲到 我们不效法世界 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常常都有 通常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但遇到重要的事情 好比我换工作 换教会 或者结婚 或者其他的计划 很重要的时候 常常都很好的条件 我们找不到答案 如何寻求神的职业 问题在哪里 我们看到 第一个 世界太吵闹了 too noisy 有一个故事就讲到 有一个人 他掉了他的鸵表 这个鸵的表是鸵的身上很大的 那他就去找 找了半天找不到 那看到一群小孩子 他说来来来 你们帮我找 找到之后来给你一元 给你钱 他们到处找 就没找到 那后来呢 他说 有一个小孩子很聪明 说你们都出去 让我一个人坐在里面 他一个人在里面 静静地听到 钟表的 tick tock tick tock的声音 哦 他找到了 所以的确 我们很多时候 太吵了 我们太多的媒体 太多的电视 太多的社会上的新闻 使得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需要 quiet time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 第二个人 我们太忙了 too busy 所以我们需要去退休 time alone 在一起 第三个人 这个世界太 太可爱了 我们有很多人 看世界太多好地方 去旅游 我常常看到 收到很多的通知 哎呀 这个好地方 这个北极南极 什么都想去看 这个看到 各种地方 太多吸引力 这个叫too lovely 所以呢 我就给它三个名字 一个too noisy 一个too busy 一个too lovely 所以就是NBL NBL代表什么呢 National Basketball League 用意记 MBL 怎么样去查验神的旨意呢 觉得 一个是神的话语 当我灵修的时候 神给我话 当我祷告的时候 神给我写明 祂的旨意 最后呢 我有confirmation 我可以跟属灵同伴 或属灵的长辈 或者环境的印证 confirmation 所以我们看到 Word Prayer 还有confirmation 所以这边又有三个字 WPC 叫做Water Prediction Center 气候预告中心 那这也是的确 我们很多时候 要明白神的旨意 就靠祷告 靠神的话 靠环境的印证 我们过去年 2023年 很可能我们有些 不愉快的事 我们也可能受到 很大的打击 无论个人 工作 家庭 身体 你遇到 意料之外的打击吗 你服侍的道路 你觉得很艰苦吗 有一个人 也同样遇到这个困难 这就是很有名的 称为讲道王子的 师部真 Charles Spurgeon Charles Spurgeon 他是神很重用一个仆人 他的教会 是上万人的教会 在一百多年前 有上万人的教会 这个教堂之大 你说他的影响力 影响了整个当时的世代 有人嫉妒他 有人攻击他 他有一次 他们教会 就有一个新成立的 一个音乐厅 他们就在那边聚会 将近两千人 那他们正在唱诗歌的时候 攻击他的人 就在外面喊 是火啦 是火啦 你们快逃 是火啦 是火啦 大家不知道 一听到这个事情 就夺门地逃 因为几千人 在几个门中间 没有疏散 所以有的人就跌倒 有人就被踩死了 有七个人上命 将近三十个人重伤 这个是对师父真 牧师大大的打击 因为本来是一个荣耀神 大家一起聚会 欢喜快乐 怎么会发生 这样的悲剧呢 他几乎两个礼拜 不能讲话 不能讲道 他在思想 我要不要继续侍奉 神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的确 我们有些事情 我们不能控制 但是他讲了两句话 他讲什么 他说 神带领我们到了尽头的时候 正是他 要他显出他大人的开始 原来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作为的开始 第二句话说 应当相信困难 正是神 使我们成就 更大事工的台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困难 让我们依靠神 神也在我们依靠他中间 显出他的能力 显出他的作为 所以2024年 我们要努力 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 苦难 其实带来祝福的 圣经也讲 受苦于我有益 为要教我学习他的律法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 很有名的作者 他写了一首诗歌 被誉为最美好的诗歌 叫做耶稣恩友 D.L. Moody的大步道家 听到这首诗歌 他说 这首诗歌是我听得最棒的一首诗歌 那这个人叫做Joseph Scriven Joseph Scriven 他奉献给神 20多岁就 三一神学院毕业 毕业之后 他跟一个他的爱人 订婚 准备要结婚了 正在结婚前一天 他看到他的爱人 骑着马 过一条桥 就从马上摔下来 掉到河里面 就死掉了 哇 他这个打击太大了 因为第二天就要结婚 却是失去他的爱人 他很伤心 他就 因此从苏格兰 就搬到加拿大 去了巴拿大之后 他去到一个地方 叫做希望的港口 Hope Port 这个地方 那他就做老师 他很乐意帮助别人 那最后呢 他就结识一个 他另外一个新的 他所爱的一个人 年轻 很优秀的一个姐妹 他们也正在准备 结婚了 但是忽然间 这个姐妹 就得了肺炎 去世了 他得到的是双重的打击 但是打击没有打到他 他仍然看到人 就传福音 仍然看到一堆人 他就进到中间 就跟他们讲 讲到个地步 大家都怕了他 他很乐意帮助别人 他身体很壮 有谁没有力气 他就去做义工 他的生命彰显出 神给他力量 所以他写这个 耶稣恩友 是当他母亲生病 他三十五岁的时候 他不能去看母亲 因为他在加拿大 他就写了这首诗 安慰他的母亲 叫做耶稣恩友 这首诗其实 跟我们讲 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 担当我的罪与忧愁 他讲到我们多少时候 失去了平安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来到主的身座面前 他说我们遇到 各种试炼引诱 心中各种的烦恼 压力 但是我们比较尚胆 因为我们有这位 忠心的朋友 他担当我们许多的苦衣忧 最后他说 耶稣知道我们软弱 但是只要我们来到 诗恩宝座前 他就给我们力量 我们有这位恩主 我们看到他写的这首诗诗 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 但是他却在 他痛苦的人生中间 写出生命的凯歌 所以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打击 不要灰心 我们有一位耶稣恩友 永远陪伴着我们 走生命的道路 这里说 不要效仿这个世界 就是说 不要跟这个社会同化 所以有人说 教会就像一条船 在大海中间 海水不可以进到这个船里面 不然就沉船了 但是可以在海水中航行 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世俗有许多抵挡神的 不合真理的事情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 还可以 仍然可以靠主的力量 航行 能够传扬福音 所以这边 在台湾有一个教会 叫做新生命教会 这个教会 这是27年前 建立起来的 这个牧师 是60多岁了 但是他染头发 各种不同的颜色 那他的传道 同工也是染头发 我们去到他们教会 就看到一大堆染头发的 在那前面 为什么呢 说我要跟年轻的一代 跟他认同 所以他们教会 我去过几次 有4000多人 都是年轻人 然后看到他们充满了活力 一在门口的时候 在前面就招待 欢迎 你一去到就看到 充满了活力 这位牧师60几岁了 他有一个 在这个世俗里面 他用 跟他认同 而吸引的许多年轻人 当然他许多 牧会的宝贵的经验 包括他做媒体 他的媒体 是 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 一直寄在我心里 他说 万民都在手机上 万民都在我们的手机 手机是最好传福音的地方 我们在这边 几百个人这里 但是手机的信息 可以传掉千千万万的人 所以媒体 是个很重要 传福音的工具 他们特别强调 自媒体 自己制作 所以但愿我们教会 能够开始 在媒体的工作上面 为媒体祷告 因为这个传达 比我们主日崇拜 比我们家庭实体聚会 偏面影响得更大 所以他每年将近 有一百万人 收到他们的信息 一百万人 你说哪一个教会 可以实体聚会 有一百万人 所以他给我们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 如何得着这个世代 我们必须要发展 媒体宣教 还有一湾区有个教会 他们做了一个 很特别的事 我们知道这个学校 所教导的很多 不合乎圣经 他们就帮助弟兄姐妹 Homeschooling 自己来教 用圣经的真理教导他们 所以他们仍然可以 栽培出很好的 很坚强信仰的 这些儿女们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第二节讲到 你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边讲的心意 这个字是 希腊文的 Lus是一种心智 思想 物性 那我们看到这里就讲到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是先从思想开始 思想 你有这样的决心 有这样的感动 物性 那就自然会有一个生命的改变 那我们看到为什么要更新呢 我们常常的更新 很多事情 我们最近就在那边 全部更新了 哇 大家看到 又很亮 又清新 感觉不一样 同样我们的生命也要更新 我们很多事情 世界上 影响我们有氧化 我们以前 小时候有那个皮带 前面的扣子是铜的 那有一种膏呢 一查 全部就马上发亮 这就更新 我们看到 这个教会 是给神的 这个教会一定要 很美丽 奉献给神 有一次我在 听到一位老牧师 林道亮牧师 他 九十岁生日 我们去参加了 他的童工做一个见证 他说 这个童工 有一天晚上礼拜六 他们去听歌 听歌完了之后 他们说 我们现在去教会看看吧 已经大概九十点多了 去了教会之后 就看到两个老人家 在那边扫地 在门口扫地 然后桌子排好 椅子排好 他再进去看 这是谁啊 原来就是老牧师夫妇 去了 他说你们干什么 这个是应该工人做了 他说 明天是主日 我们教会要 他们深受感动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爱教会 就像自己家一样 我们教会就不一样 我们教会要更新变化 爱教会 我们看到地上有脏东西 看到教会有需要 就从我开始 不要说等教会的某一位通过 这是我们的家 基督之家 所以这边讲到 我们不要老化 不要惯性 不要麻木 要更新变化 我们教会有一个主 叫做教会美化主 这个美化主 尽量让这个教会 是可以献给神的 所以更新 是从圣灵的感动来的 是神的作为 更新 是从我们的渴望 你若是不想改 我们就老化 不想改 但是我们应该更新变化 还有呢 更新 一定会显出神的荣耀 这个变化这个字 Metamorphosis 这个字 其实就是英文的 Metamorphosis 就是蜕变的意思 这个蜕变是什么呢 就是改变本质 改变形状 改变生活 我们看到圣经出现 只有四次 一次就在这里 罗马书 两次在福音书 马太福音怎么说呢 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用这个变化这个字 这个变化什么呢 就是说 就在他们面前 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 一场洁白如光 主耶稣 忽然间变了 荣耀的光辉 和灵多后书第三章说到 我们众人既然 藏着脸 得以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 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变化 Change 可以变好 也可以变坏 但是这边讲 变融化 我们知道有一点 总统竞选 他用个标格 是Change Change 或是Change for what 他灭解了 或是Change for good 所以我们知道 Change 这里用这个字 是Change for good For glory 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就讲到 心意更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 这种更新 是从心开始的 我们有这个心智 爱主 服侍主 我们就自然 更新变化 我们在圣诞节附近 就去了 St. Louis Obispo 那边有一个 叫Monarch Butterfly Roof 就是 黄帝 蝴蝶 这个蝴蝶很漂亮 最高可以 长大可以成为 四寸这么多 他现在 冬天的时候 就往墨西哥 南部加州 这个地方 他们就到树上 都住在一起 他们就在那边 找到合适的叶子 叫做 嫩草的叶子 就下了卵 下了卵之后 它就孵化 就变成新的一代 就这么纳 在我们Sanakroos 也有很漂亮的蝴蝶 这边他们 其实他的生命 就是一个 蜕变的生命 他从做这个卵 大概三天到五天 就孵化成了猫猫虫 从猫猫虫 大概一个多礼拜 到两三个礼拜 就变成长大了之后 就开始 身上拖了一层 建成一层绒 就把它包起来了 包起来之后 经过差不多 两个礼拜 它就破茧而出 它就变成一个蝴蝶 所以这一幕 其实就讲到 我们的生命 也是一种蜕变 这个蜕变 Transfigure Transform 或者Metamorphosis 这个几样 就是一个 从本质上的改变 形状上的改变 我们可以从毛毛虫 爬得不好看的 除非你喜欢毛毛虫 我们看到很多毛毛虫 都看到 觉得很可怕 然后还会生蛋 我们基督徒的转变 变化是什么 我们熟地的 变成熟天的 我们是罪人 变成个义人 我们所思想的 不是地上的事 那是天上的事 我们看到 旧人就变成新人 新造的人 我们开始会结 生命的果子 福音的果子 这就像我们所的变化 这个变化这个字 是很重要 基督徒都会有的 这就是主耶稣登山 变相的时候 那种荣耀 荣观 幻发 是善 我们 我自己的想 今年应该有什么变化 第一个 我希望比去年更像耶稣 主耶稣叫我们 学他的样式 有他的柔和谦卑 我今年少说 多听 常常没人讲话 人家讲话 没讲完我就插嘴了 还多用脑袋想 多用心去听 少发怨言 多原谅 多体谅 用鼓励 用感恩来代替 第四点 避免负面的思想 跟正面的人多接触 也分享给别人 正面的信息 主动跟人家打招呼 多说感谢的话 我每天早上都去一个咖啡shop 在那边 我看到中国人 我会点头 或者打招呼 看到外国人 不一定 看他有个友善 我现在今年的愿望 不管他怎么样 先跟他说 Hello Good morning 主动的 为什么我不能主动呢 因为我要变化 我要更新 我要打破自己 我有时候散步 看到别人 假如这个人低着头 就不理他了 但是他低着头 我也说 Hello 跟他 How are you 我觉得应该主动 因为我有不同的生命 最后要改变 我固定的思想 尝试接受新的观念 其实我们教会 有很多人 有可以帮助我们的 我们最近 有一个吉他班 那吉他班的带领人 我说 你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吉他班 他说 我希望更多的人 参与敬拜 服侍 我说 多美的事情 因为他爱主 就会想到 如何无我服侍胜 我们再看第七点 尽量鼓励别人 完成他的梦想 我们也有同工 在我们中间 他愿意把他的专长 传递给下一代 他想尽办法 能够成立一个班 把他一生最喜爱的 最有经验的 跟下一代交代 我觉得好美的见证 就在我们中间 我也鼓励 希望自己 今年做一些 令我自己都惊讶的事情 阿们吗 要不要为主做一件 你从来没做过 确实 让你自己很惊讶的事情 好比说参加宣教 参加一个新的侍奉 今年新年 让我们新的标杆 所以这边我想跟各位分享 运用神给你的金钱 主耶稣讲的比喻 有给他五千两 两千两 一千两 甚至五百两 但是你不要把它埋在地上 我们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说了 立志做大事 不做大观 对吧 但是圣经怎么讲 立志为主做心事 讨主的喜悦 阿们 对我们每个 应该有这样的心志 我在想 我们既然是媒体很重要 我们可不可以每个人 录一段你自己蒙恩得救的见证 我们可能只有十分钟 就把你怎么样蒙恩得救 做见证 或者说把你如何 靠主得利 或者神在你生命中间的恩典 录下来 我们现在教会有三百四百人 那我们就有三四百个见证 三四百个见证 每一个发十个就几千人 再继续传下去不得了 这种影响力很大 我盼望各位 准备好一个稿子 把你的见证录下来 这个录下来 不只是将来你的儿孙 或者真孙 真真孙 都可以知道当年的爷爷 真爷爷 什么主爷爷 都知道当年他的见证 流传下来多么美 好不好 试试看 所以为这个事情祷告 还有我们可以印一些 自己的卡片 这个卡片 我有卡片 写了基督家五家长老 但是我后面写了三个经文 一个是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第二句经文 你们猜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人到父那边去 第三个人 你们怎么写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全病 做神的儿女 那我这张卡片给他 他不但知道 我是这个教会的 也知道 神是爱他的 耶稣基督是给他通天之路 最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哪一天他拿出来看 就成为他的祝福 印一个卡片并不贵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印一个福音卡片 参加祷告会 一切的福音都是从祷告而来 祷告会可以看到教会会不会有福音 所以我在这边呼吁我们的教会 以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八点半到九点都有个祷告会 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 礼拜三晚上八点到九点也是个祷告会 昨天晚上我去一个咖啡厅 又是喝咖啡 有一对夫妇站起来 跟我握手 我说好像似曾相识 又不敢认识 我记忆性不太好 他说你是阮牧师吗 我说我是阮杂老 他说你每个礼拜二 在分享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一直很想参加早上的祷告会 早来就找不到 就发现我们基督家 五家有个祷告会 他就上了祷告 所以早上上班之前 他就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哇 我说真是感谢神 我说有人这么的愿意 追悟课目为神国祷告 何况我们自己本家的人 我们是不是要为教会祷告 福心是靠祷告 假如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爱主 都参加侍奉 这个教会是不是就福心了 教会的福心就是每个人动起来 不会有人把他的银子藏起来 埋藏起来 不可交账 我们看到 有时候我们思路是需要开通的 这边有九个点 请你用四条直线画出来 通过这九个点 难不难 我想了半天 后来看答案了 这个答案 原来是这样子 这个秘诀是你可以把这些线画到外面 out of the box 所以我们有时候思想 这些事情都很在一个box里面 让我们今年有个突破 这个突破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加的得人如得鱼 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数学题目 这突破是四四四等于二十一 我也加到半天 没加到 然后呢 原来是这样子 那我说为什么没想到呢 我以前是做研发的 那我们整天想的东西 怎么样去发展 那个研究 做得更好 那我们在教会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研发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想尽办法 使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呢 如何更有效传福音呢 所以我在这边想 我们的思路要 脱检而出 破检而出 这里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检里面 没有突破 我们今年 但愿我们生命上突破 我们在事奉上突破 但我们2024年 是个不平凡的一年 我要破检而出 我们可不可以对周围的人说 2024是个不平凡的一年 我要破检而出 好吧 阿们 好 最后呢 我讲到罗马书第三节了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的 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合乎中道 就是恰当好处 看别人比自己强 其实我们常常都觉得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 你要放大镜看他的优点 而不要去看他的缺点 所以你这样就很好的人际关系 常常对别人说鼓励的话 称赞的话 鼓励别人 那我们不要做整天批评论断 批评论断不是神所喜悦的 还有连我们侍奉 不要找借口 我不行 找别人吧 会不会常常有 我太忙了 神给我们侍奉的机会 要把握 机会就像一个人 迎头跑过来 你若是不抓住他 你就后悔了 这个人是怎么样 他前面有头发 后面是光头 你前面来的时候 就一把抓住 后面的时候 想抓都抓不到 有没有说后悔过 失去机会 所以师父神给了机会 要把握机会 好 我们看到既然如此 我们师父 2024年 我们有个标杆 第一个装备自己 我们的教会 预备了很好的QT 很好的真道学法 很多教会都没有这样 把握 我看教会 报名的人 并不是很多 我有一次到了国内 就一次聚会 聚会完了之后 就有人跟我讲 我在美国信主 但是现在回到中国 很后悔当年 没有好好学习 不够用了 把握机会 神什么时候用你 你不知道 但是装备自己 我们还有北圣神学员 我们还有团契 茶经 小组 我们还可以参加短宣 第二个 我们要注意教会的下一代 我们的儿童事工 影响到我们青少年的事工 影响到我们大学生的事工 影响到将来 他们回到教会的事工 所以为这个事情祷告 所以并神呼召你 参与儿童事工 参与Avana 参与VPS 神若是呼召你有感动 就参加 另外我们的家庭 我们家庭要稳固 我们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 抗力团契 专门帮助我们家庭有问题的 我们大家分享 彼此增进我们家庭的和睦 还有我们有夫妻的恩爱营 我们教会没办过 我们可以办夫妻恩爱营 我们是否可以有亲子的团契 有弟兄会 我们弟兄常常觉得很孤单 要诉苦没人讲 也不好意思讲 只有对弟兄讲 对姐妹就不好 我们要卖面子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到 还有我们读书会 有人在读很多书 很多熟灵书籍帮助我们 有这个负担 我们师父可以开始这样工作 我们在工作上 我们教会有一个刷题群 很棒 很多弟兄姐妹在帮 我们还有一个创业小组 我们社区上面 我们有CSM 但是我们现在 是否办得更大更好 甚至成为一个学校 我们是否有 侍奉了传承 我们是否可以有个奉献团契 叫真拿达团契 我们教会是否可以考虑到 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否现在就开始想 我们五年计划 十年计划 我在这个计划中间 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我们可以去思想 很多可以放到祷告里面 所以因此我最近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讲到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的结构 就是主要讲到 我们要什么 不要什么 只要什么 只要最重要 就是把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我们的侍奉的心智 要预备好 我们要用美好的生命 更新变化的生命 来侍奉主 淘汰的喜悦 然后我们要侍奉佩搭的时候 要看自己合乎中道 不要高看自己 要更加和睦相处 彼此尊重 彼此尊重 人的生命在乎被主用 就像冬天的时候 我的手套 如果不戴在我的手上 他永远在抽屉里面 各位 不要你自己放在抽屉里面 不被神用 我们最重要 我们侍奉 要合神的心意 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 我们一起读 当你问自己 给世人留下了什么 希望别人如何纪念你 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步入成熟了 哇 我们看到 常常这个追尸礼拜的时候 大家都有个纪念 追尸礼拜 其实让我们想到 我这一辈子该怎么活 人怎么纪念我 家人怎么纪念我 但是更重要 神怎么纪念我 所以在下面一句话 当你问自己 在主耶稣的面前 你将要有什么交代呢 你如何交账 你希望主耶稣对你说什么 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还是又饿又懒的呢 你这个时候 就开始重视 献身来服侍主了 因为永恒决定在基督台前 我们祷告 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 A.B. Simpson 他是宣道会的创办人 他是一个牧师作家 解经家 是个宣教士 他做了一百八十一首 很美的诗歌 其中一个很有名 我们很喜欢唱的 就是他自己 他在1861年 二十岁左右 他就写下一个九百字的奉献 在神面前立约 他说我们可以一起读啊 全能的神 宇宙的主 你知道我的心 我没有熟悉的动机 来到你面前 我愿意将一生 永远奉献给你 求你为自己的荣耀使用我 当我受试探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使我刚强 得胜有余 用圣灵加倍的充满我 赐给我一切属灵的福气 全然成圣 合乎主用 成为基督的精兵 求主使我不贫穷 也不富足 求主终生保守我 奉主的名 立此永世 阿们 但愿这个祷告 也是我们弟兄姐妹 在神面前的祷告 这么一位伟人神 用的仆人 他有个很严肃的祷告 你愿意这个祷告吗 你愿意在今年把自己奉献给神吗 今天我分享的就是四大点 知恩报恩 我们就献活祭 心意更新 就要照着主的心意 破解而出 要用新的生命侍奉主 看自己的中肯 好佩达 所以我们佩达侍奉 这整个都讲侍奉 侍奉讲到教会 教会讲到佩达 所以但愿我们用个新的生命 来佩达侍奉 所以这边最后 我觉得这个活祭是什么呢 活祭就是说 主啊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们一起讲 主啊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愿意为主啊活 被主所用 荣耀主民 我愿意破解而出 活出新的生命 我愿意尾身 侍奉主 讨他的喜悦 我在这里 听那里 请主用我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在祭堂上面 我们献上自己 成为佛祭 这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愿我们用个蜕变的生命 更新变化的生命 来侍奉你 荣耀你的名 但愿我们就像你手中的五饼二鱼 能够喂饱许多的人 这实际上太多的人在黑暗中间 不认识你 我们在湾区 无论到什么公众场所 看到我许多骨肉之亲 有十几二十万的华人 太多的人从来没有进过教会 但愿今年 2024年 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做福音的出口 让我们每一个人动起来 愿你福音你的教会 先从我们灵命上 福音 但愿圣灵感动我们 赐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看见 赐给我们的爱心 我们愿意摆上 成为一个活祭 献给你 蒙里月纳 蒙里祝福 我们每个人的心 你都知道 你都见察 但愿今年 你在你教会 成 做成 奇妙的事情 福音你的教会 让我们活出福音 我们这样的祈求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